距离沙漠四千公里的珠江入海口 台风迫近 张北根夫妇舍不得返回 盼望中的渔获还没有出现 石斑鱼藏身在十米下的礁石缝隙 仅凭一丝掉线 零米的手指能探知水下任何细微的动静 但是上钩的只有小鱼 今年那个天气蛮反常 这个台风过来以后又一个台风来 它的季节性感搞乱 到现在还没石斑鱼钓 石斑鱼难以用网捕捞 只能手钓 它肉质细嫩紧致 被认为是最美味的海鱼之一 中国拥有五千多座海岛 万山岛面积八平方公里 只有百十户人家 由于靠近珠江口 咸淡水在这里交汇 附近水产极为丰饶 张北根夫妇从小生活在这里 他们深知海鲜风味的奥妙 新鲜鱼虾在晾晒过程中释放鸡肝酸盐 鱼肉和虾肉又富含古鞍酸盐 晾晒鱼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讯着刘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管不到五公斤 却预示着好的开端 从前 猎鱼是一家人的生计 现在 出海是夫妇俩的乐趣 儿女都已在城市安家立业 也想把父母接到身边 张北根不想成为孩子们的负担 更难以割舍这片自由的海上秘境 坚守在秘境中的 还有这种两亿五千万年前 出现在地球上的小生命 白蚁并不知道 自己的劳动 为人类培植了独一无二的美味 阿瓦山 横跨中缅边境 北回归线穿越原始季风林 对李小七和姑姑阿秀来说 七月是最忙碌的世界 茶园支撑着他们一年的生计 朱木之下 掩藏着一个史前世界 这是大白蚁亚科的一个分支 工蚁吞下树叶和杂草 排出体外 形成半消化的草料 他们在草料中 植入一种真菌包子 使草料发酵 变得疏松可口 白蚁对食物发酵技术的掌握 比人类的出现 早了三千两百万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作曲 李宗盛 是因为它在鲜香甘甜 柔嫩爽滑这些共性之外 别有一种动物性的肥美 鸡中含有天冬氨酸和古氨酸 加盐烹炒能形成最天然的味素 这是鸡中鲜味的由来 茶园背后是茂密的原始森林 阿秀熟记三百多个鸡中的生长地点 同一个蚁窝每年救出一次菌子 它属于最早见到的人 本是生长最旺盛的时节 但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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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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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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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温不断升高 姬棕的鲜香 迁移到热油中 三小时后 姬棕油浓烈美艳 自然冷却 可以保存两年 空间的阻隔让秘境留存 也留住了奇绝的美食 江珍书儿孙满堂 但没有一个孩子留在身边 每年老人都要把绝菜杆 收给远方的儿女 食物 像忠实的现实 传递着家和亲情的讯息 不是所有的秘境 都隐藏在崇山峻岭的处女地 繁华都市 露天的滚油旺火 深造铁锅 烹炒出浓香四溢的街头料理 晚归的人们 把这里当作深夜食堂 繁华的中环摩天楼下 隐藏着即将消逝的大排档 这位生肯比较压力吧 忙了一整天 大排档让他们能吃饭 也能够在工作间 哪一天不能说的 不能聊的 在白排档被放出来 阿昌家的排档 二十年前 并不cas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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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